這個函數其實跟偶爾那這兩個其實那個類型差不多 只是一個是兩個都要同時為儲的時候 那偶爾的話是其中一個邏輯為儲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我們要怎麼樣去把這個AND做出來 那基本上像這個有個範例題 業績部分呢如果是銷售量跟銷售金額都要 這個銷售量要20銷售金額必須要8萬 這兩個條件都成立的話那表示是優反之就列好了 那如果像這樣的一個邏輯 那當然我們可以利用上個禮拜講的邏輯 盤數IF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因為有兩個邏輯 哪兩個邏輯呢銷售量銷售額 那怎麼樣在這邊加AND 要不就是你在這邊直接再加上AND進來 不過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的習慣是直接乾脆自己打上去 因為有兩個嘛那其實很單純 你就打一個ANDAND刮虎 第一個你就先把什麼 第一個條件B2怎麼樣 大於20 斗點第二個條件 就是 D2大於8萬 最後記得後刮虎就可以了 當然你如果還有第三個條件 你可以再斗點第三個條件 第四個條件 總共可以有255個條件最多 不過沒有人弄那麼多條件 頂多這兩個 那你把它刮虎一下 那也就是說這兩個都要同時為 觸的時候為真 這個要大於 而且 這個要大於 這樣子他才會跑這邊的邏輯 那這個邏輯的話呢 假設我今天要顯示為優的話 那你就在這邊直接在觸的時候打個U 反支的話呢就是裂 那因為他返還的一定是一個自串 所以前後會自動幫你加上雙引號 OK好按確定 那麼可以看到這個業績往下填滿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大概就是這兩個 因為他兩個沒有把握 這個也沒有 所以他兩個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裂 那這個是有 這個也沒有 因為他沒有等於 也是小等於是 等於20也不算 所以這也是裂 那同樣的方法 請各位也試試看 當然這個 做一個轉變 這個VBA 也許你旁邊 請你再幫我產生這個VBA的做法 其實做法跟上個禮拜差不多 就是在if的後面 等於再加一個end就可以了 那當然記得要空白 空白 那把它加上去 我如果今天希望VBA做完 然後也許這邊插入函數呢 也要幫我增加一個什麼 插入函數 會需要有一個所謂的業績函數 業績函數 那你跟使用者要兩個東西 哪兩個東西呢 銷售量跟銷售額 銷售量銷售額 那他給你兩個 那你返還回來就是給他優和烈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 前面也做了蠻多 他只是說VBA兩種這個這個實作的方法 請各位 先想想看 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來看那個VBA的部分 那第一個先內建函數 第二個的話就VBA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在第一個當然開發人員 第二個Visual Basic 進來之後的話 先把它縮小 反正這標準的話 一二三 然後呢 第四個就是什麼 確定有沒有模組 沒有模組就插入模組 那再來就是插入兩個東西 一個是如果按按鈕就是SUB 所以在插入裡面程序 按鈕是SUB 那如果是在這邊插入函數 那就是方選 所以這兩個東西 那因為這個東西之前有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呢 拿那個雲端上面的東西 直接來 這個 直接拿那個雲端的東西 直接來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那個雲端上面 我有把那個已經完成的 那你往下看 基本上在我們上個禮拜上課的下面這邊 AND函數 剛剛的那個內建函數的做法 那另外就是說有關那個SUB部分 跟方選部分 有這兩個 那我們直接來看 因為做法上之前都有打過 所以我就直接拿這個來 來demo OK 那裡面有哪一些要特別注意的 一 字太小 我習慣是把字 工具選項裡面 撰寫風格 把它打開到12號次 OK 第二個的話呢 插入一個SUB 如果將來我希望它自動幫我跑完的話 那當然幾個流程 第一個 先確定它的回圈範圍 所謂的回圈範圍 就是它的列到哪一列到哪一列 好 第二個的話呢 所以for i 等於2到7 這個固定的 再來就是說我要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sales的i 0.f 欄 所以把這個輸出的東西寫上去 那可是會有兩種 所以外面先包一個什麼if 所以if什麼呢 b欄 它必須什麼 大於20 d欄 必須大於8萬 那你如果把這個東西寫在那個什麼 寫在VBA裡面的話一定是if 這個跟上個禮拜講的一樣 then 可是有兩個對不對 所以多一個and OK 那如果兩個都成立的話用and 如果其中兩個其中一個成立的話用of就可以了 所以你到時候要看說你的邏輯是哪一種 那因為我們這兩個都要 那所以在打個l 這個結構我想不要打出and if 一二三四這個都固定的 那只是多個and 那我們把這個邏輯打上去 如果其中一個為tru的話那就跑這邊的吧 就是輸出到f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u 反之else就是列 OK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它做執行 那你會發現u跟列就直接輸出了 那當然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個清除 那清除當然很簡單 其實這個之前有講過 最簡單的方法 要不就是直接把這個業績的部分複製貼過來 那把它的名稱改一下 改成清除 也許我們將來就是再把這個部分的改成兩個按鈕 其實就可以了 那範圍都一樣 只是沒有邏輯 那你可以把這個邏輯給刪掉 再把它這個back回來 當然你這地方留下那個列 其實主要是把列這兩個是 這個是刪掉 留下什麼 空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填上什麼沒有東西到儲存格 所以填上沒有東西那就是清除的意思 OK 所以我們有一個自動輸出 跟一個 這個把它清除的這個效果出來 那再來就是說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按一下插入函數 它可以怎麼樣 跟我要兩個資料 哪兩個資料呢 插入函數 要需要使用者定義 會需要出入業績函數 出現這個 按確定 然後跟我一個銷售量 跟我要一個銷售量銷售額 就兩個東西啦 因為它沒有連在一起 所以這一題沒辦法做連續的範圍 所以按確定 它會自動返還什麼 返還優或列 所以按確定 優、列 向下填滿 那這個部分也是VBA 只是它的形式 是用那個 所謂的那個 制定函數 就是函數的方式 那做法上面 我想你已經做了很多格 也是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插入函數的 插入這個程序的時候 一定是用什麼 用方選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給它一個名稱 叫業績函數 那因為剛剛格子裡面呢 會跟我們要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 兩個東西 再把這兩個東西 放在這邊 去做什麼 做邏輯判斷 其實都一樣 只是說 Return回去的東西 直接Return給誰呢 Return給它這個一樣的名稱 優或列 那旅證給它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再把最後的結果 丟到你儲存格放的位置 那就會完成我們的 Function部分 那這個是有關那個 AND的部分 那偶爾其實還蠻接近 所以偶爾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可以試試看 稍微改一下 只是就是把AND改成偶爾 其他好像都一樣 所以甚至你可以 把那個裡面的程式 直接複製貼上也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綜合練習題 這個綜合練習題 只是說標準不標準 那裡面當然 有幾個可能性 就是說這個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是 這個是 這一個人 他的增減體重百分別 也就是說這個是 跟他的標準體重相比之後 他多出多少 那有可能症 有可能負 也就是說他標準體重 比他的標準體重 比他的標準體重再多了 百分之 27.6 那應該是 過胖了吧 比他標準體重50 結果他的體重變成 多了百分之27 大概就是大概 快到60了 那當然是有點胖 有一點點 就是稍微比較胖一點點的 這個27.6 意思就是說 跟他的標準體重 標準體重相比較之後 他的標準體重 差不多57.4 可是多了這麼多了 那應該過胖了 那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 意思就是說 大概60 65 所以他又少了 大概就60 所以他可能就稍微過胖了 不過應該也還可以接受 好 那如果這個跟這個 這兩種狀況的話 那就是屬於什麼 不標準 反之 就是 標準 好 那這個邏輯該如何下呢 那這個地方 當然 我們會用偶爾來做 不過 後來好像有同學又說 他要改成用and來做 可不可以 用and來做也可以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想想看 這個邏輯 可以兩種 一個用偶爾 一個用and 那不要鑽牛腦間 反正主要就是這個 至於前面的東西 暫時可以 不用去看那麼多 主要是看這個 如果超過5% 超過哦 或者是小於-5% 不標準 其他的中間就是標準 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一樣 當然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一鍵完成的話 一鍵完成就是按下去 自動幫我把標準不標準做完 有沒有辦法做到 另外一樣 插入函數也可以出來 那除了用偶爾的方式來做哦 也可以想想看 用and能不能做出來 and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綜合練習的題目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